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10日 今天看到维权网发表了一篇文章 云南省原间党校的教师 紫素 也是一位著名的民运人士 民主人士 那么刑满出狱了 目前已经回到了云南省昆明寺 他为什么坐牢 被判了这些四年 原因就是什么呢 因为他在这个学校 也就是云南省党校 在课堂上经常宣传民主法治的理念 他的观点实际上 在我看来都是非常的保守了 非常拘捷 完全属于体制内 党内的不同的观点的问题 结果也被强加一个罪名 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样 强加一个反革命罪 现在不是反革命罪了 给他强加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原因就是什么呢 原因是2016年 那个时候 他这个 10月25号 被成都市 这个国家安全局 逮捕了 27号 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刑事拘留了 16年10月25号又被驱保候选 或是17年4月28号又因再次以中共党员的身份 他是党员发表观点 他发表公开信 公开信内容是什么呢 关于在中共十九大上 开放党内直接 党内民主直选和选举胡德平 先生为新一级中共总书记的建议 你想这个观点完全是太温和了 党内都可以应该是包容的 他提出十九大你要直选 就是党员直选 你不能上面定习近平党总书记 是总书记 这个他认为这样不公平 这个而且他要把这个胡德平 胡耀邦的儿子捧出来 党总书记 这也完全可以 对不对 一种观点 这个如果随不同意的话 党内可以讨论 因为胡德平他本身也是 这个共产党员了 对不对 一定是 他的爸爸胡耀邦 那不党的这个总书记吗 这个结果提出这样的建议 还犯法 叫做荒唐可笑 就是不可思议 说2017年6月13号 成都市检察院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正式逮捕了 这原本他应该是云南的 他怎么会这个 由这个成都检察院起诉 这都上面定的 就叫这些案子都属于什么呢 戴帽下来的政治案件 哪一个领导人一句话 习近平一句话 我估计要抓 习近平现在是 你不管你是 你是反共的 还是在党内反对他的 他都给你抓起来 就是这个 搞了就毛老毛这套了 完全不能包容任何的杂音 任何的批评他的生意 所以这个人就是2019年 说是这个 2017年6月13号 这个 已经涉嫌这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正式被抓 被逮捕了 17年12月27号 又改了个名称 第一个罪名觉得不合适 又改了 改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正式起诉了 控告他 预谋武装暴动 和一公开信 煽动推翻国家主权 和习近平未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 这个完全是 强架的罪名 这根本说不过去 其实他的观点太温和了 说19年4月15号 被四川省成都市法院 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了四年 继在成都第二看守所 2021年4月10号 给大家看看他的图片 这个人一看 就是文化素质 都是非常高的 一看都非常好 这个一个人 再有一张照片 你看这张照片 你可以看出 这个人目光深邃 一看就很有思想 并有见解 不同于一般的党员干嘛 属于党内真正的民主派 根据网络的消息讲 他是1955年出生 四川成都人 这个在课堂上 经常的直言 给学生们 抨击这个批评 生活当中的不公平现象 社会问题 政府的问题 廉政的问题 等等 结果呢 云南当局多次传唤和警告 而且在2014年 被迫退休了 就没有办法 他就在2015年 返回故乡成都了 原来是这样 就是他回到家乡了 所以他这个案子属于四川省办的一个政治案件 其实在中国你不知道在哪里 都是这个国家安全部 统一制定的这个标准 可能底下分层分级别汇报 成都市安全局 汇报给这个 四川省 这个省厅 省厅报道部里 批起来 领导一句话 就开始判刑 这个实在是太过分 太荒唐 但是总共这个就是这样 你搞这个党外 你想搞民主也不行 党内也不行 因为你党内要搞民主的话 一人一票选 谁能选习近平 是不是 那习近平 你不能说文化素质 还是政治观点 还是现在的表现 你根本都选不上 党员这个所谓的权益 完全是形同虚实 上级人民下级都是这样 像他这样 所以体制内非常少有的 有良心的 这样的一个 党校的这个 这样一个教师 如果他想平平安安的 只有闭嘴 在这个会场上 在讲课堂上 送上习近平是伟大领袖 习客系 你看现在每天 那个党校出版 那个编辑和出版的教材 你看了以后都看头疼 讲了半天 有一天我从网上稍微看一看 那根本看不下去 讲了半天就是习近平好 什么都习近平好 这就是党伟大 从这个21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从来没犯过错误 都是光荣伟大的党 这看了以后 真是使人感到难以接受 但怎么办你说 而且现在这个习近平 才干了两届 那干第三届 第四届 你看到 到那时候像紫苏这样的 这个有良心的这个知识分子 会抓得越来越多 这文字语真是遍地 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这么一例 这一例主要针对这个紫苏的本身 我认为他之所以判刑 促弄了上街 就是因为他发着公开信 这个公开信呢 不仅提出党内民主的问题 而且提到胡 胡得平的问题 胡得平就引申出胡耀邦 胡耀邦也带出了这个六四 就共产党是很忌讳这件事的 虽然他当年药邦是我们心目当中 伟大的一个一个总共领导人 也是体制内的一面改革开放的旗帜 但是习近平不接受这个东西 习近平接受是康森这套东西 康森毛泽东这套 这个打击政敌 无所不用契机 激怒争这套东西 这个学 因为他这套东西 有利于他 一个人他 有没有精神品质 一下就看出来了 他为什么不学他自己的爸爸 因为如果学他爸爸的话 现在就对他不利了 对不对 他这个实用主义是 怎么对自己有用 他怎么去做 现在学毛泽东对他最有用 因为毛泽东一直干到死 他现在也不想下去 再过一年半就是二十大了 二十大才想连任 迎接第二个一百年 两个一百年不是 第二个一百年就是 就军队的一百年了 是吧 党的一百年加军队一百年 而且还要干到什么 中华民族的复兴 最好是能把台湾收入囊中 然后在台湾成立一个政法委 就像香港现在不搞了个国安署 那不就政法委吗 想抓谁就抓谁 连这个黎智英也让他们整的最后 不得不认罪 你想这个共产党 多残酷 再进一步就可能统治全世界 到我们加拿大来也成立政法委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共产极权统治 都会再发展下去 这个是人类一个大灾难 真的 我预示他这个政权 我预示他这个政权恐怕不会存在太久了 因为有点干得太猛了 猛大了 就像那个老百姓经常讲 那个大公鸡在那个院子的墙头上 这个不停的叫 你说你得手啊 这个得手大的吊毛 然后房东就吼着就给这个大公鸡啊 就宰了 经常过去下降的时候 那个那个老农民讲话特别神动啊 因为有种大公鸡啊 特别好动 见到这个不服他就咬啊 他大公鸡 特别勇猛的啊 而且他那个翅膀是这个金黄色的啊 尾巴翘起来啊 动不动就叫起来 放手朝铁 但是房东一旦活了 就给他拿掉了 是吧 所以这政权走到一个默契 最后的一个疯狂了 什么都不允许 像紫苏这样应该鼓励 是不是 可以讨论吗 你选这个胡德平 还有人选拨起来 都可以 越选谁选谁 就看票数多少了 是吧 党内民主要搞 但是习近平不是这样 你看那个孙政才 为什么他那么狠 现在你看那个 维基百科介绍孙政才 讲的在吉林省 不就去搞着党内民主吗 对不对 同样还有讲这个李源潮和令计划两个 也是在北京搞民意测验 是吧 也想搞党内民主 那习近平一天 肯定生气 因为你那么移民主 对他自己不利 是不是 说中共这些 范子在位的领导人 都是实用主意者 还是私信造成的 你不行 想问问那些 在位的领导干部 都不愿意改革 但只要一判刑了 假如你要进去 和他聊天 保证告你 这个 新闻自由太好了 我这个案子 内幕都是 都是假的 那么给我报道 报道 也是出于这个 自私 你包括有些 民营企业家 遭到这个 黑打的跑出来以后 也是想 报道 你看等到 平反了 回去了 立刻又 把过去的苦难 就忘了 还又开始和 这个总统治者勾兑 这是人性的弱点 造成的 一点办法没有 所以习近平不是 蒋经国 他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升级班 将伴随着这个 二次文革 然后造成 总共的夸台 但愿如此 那么今天 还有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